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好 李玲就是遇到了这个情况 同学们 所以当时候大家都觉得 哦 原来李玲的这个品牌的认可度 在中国大陆 我讲的是2013 14 15 16年啊 这几年啊 李玲这个品牌 在中国大陆的认可度还不能够跟 Nike Adidas这些公司竞争 所以他们陷入了好几年的 要销货啊 轻货的这个阶段啊 以及一些店要关掉 要重新找回自己的定位的这个过程 所以可以说是蛮漫长的 但是有一个事情啊 转折点发生在两年前 2018年的时候 他们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定位 又或者说是之前他们觉得自己的品牌的影响力 能够吸引到消费者是太过早了 太早认为这个东西会发生 时机还没有到 东风还没有来 但是又过了几年 在2015年过后 就开始看到他们找到新的方向 又或者说李玲这个品牌 在中国大陆也重新被一些消费者所认同了 尤其是年轻一代 因为运动产品啊 球鞋啊 这些消费者主要都会是年轻一代 那你看啊 同学们 为什么是2015年呢 我们可以算一个简单的数字 2015年如果是1990年之后出生的那一帮人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听得懂了 80后 90后 对吗 00后 所以你是80年过后出生的 比如陈建老师 我这样子的人 所以1990年过后出生的就是90后了 对不对 然后2000年过后的出生的 如果是2000年过后出生的朋友 那现在他们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满20岁了 对吗 So 90后的人呢 就陆陆续续要满30岁了 哇 我们这种就陆陆续续准备要奔市了啊 OK 好 So 你看啊 2015年就是第一批的90后 开始他们要25岁 那25岁过后啊 你会看到他们陆陆续续出来工作了 有了这个消费的能力了 但很多朋友还没有工作的时候 消费能力已经很强了 对不对 因为有强劲的家庭 背后在那边support你 OK 这个好像是时间点上面 它真的是需要一个整整一代人 一代被培养了很强烈的 在中国大陆非常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 培养到这些年轻人呢 对这个中国自己的品牌呢 产生了一定的眷恋 OK 中国大陆现在的90后的这些年轻的消费者呢 对中国大陆自己的国货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在提倡新国货运动 就是国产货啊 但是要重新包装 将它做出来 将它的骄傲 将它的品质做出来 就能够吸引到新一代的消费者 这个也是有历史的契机在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1980年过后 中国大陆是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的 你看啊 90后或者00后出生的这些年轻人 尤其是2000年过后 中国已经加入了WTO 2000年过后出生并且成长的人就见证了 其实他们生长的这个过程 就是中国大陆对外出口 一直在变强这个时候 对不对 所以中国的综合国力 经济的地位也一直在提升 直到超越了日本 变成全世界的第二大的经济体 这个过程 所以在这样子的大背景底下 成长起来的这些 中国的年轻一代呢 他们不会有太强烈的 觉得外国的月亮特别圆的这个情况 就是说外国的 但奢侈品的那些中国 还没有这个敌允出来的 所以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崇拜者 但是很多的方面就不再像 以前好像我们这种80后或者70后 或者再上去再老一辈的 这个50后60后的人 他们会觉得 哇当时中国还制造业还很落后 没有办法做出像日本 像欧美这样子的 high-end的product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别人国家生产出来 制造出来的东西会 这个非常的欣赏 但这个东西在90后 00后的一批新的 中国主力的消费大军生商呢 他们开始品味改变了 他们开始懂得欣赏 国产货 OK 所以在今年你会看到 很多人会知道 中国北京的故宫 就经常拍古装戏里面的那个 什么宫斗啊 对吗 那个王宫里面的事情 故宫 紫禁城故宫 so有些朋友就会知道 因为故宫是一个博物馆来的嘛 他们很聪明 将故宫这个博物馆 跟很多其他的品牌的捆绑出来了 捆绑在一起了 比如做手机的小米呢 就多次跟故宫捆绑出现 比如故宫主题的 我刚刚看到了他们出的一个 故宫主题的手表 OK 那我看到Lenovo 好像我用的Lenovo 他们就出了 Yoga系列的一个故宫的版本 就很有古典美的那种 so 之前还有出现过故宫的唇彩 就唇膏啊 so 故宫就变成了一个品牌了 凡是你什么东西 放一个故宫上去的话 那大家觉得 哇 这个是很有古典美 很有这个内涵的一个品牌 so 他们找到了 快速打造 用以前的文化敌语 加成在一个好的质量的产品上面 就容易打造出爆品 so 小米对于这种formula是屡试不爽 所以他们一直在做 但其他品牌也在做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李玲也从中受惠 在这个趋势之中 我们讲 它的转机发生在两年前 OK 同学们 两年前在这个 纽约在纽约那边的时装周里面呢 李玲他们做的这个 你看啊 在2018年2月9号这边 李玲纽约的这个时装周里面 他们的一个系列的运动产品 叫做悟道 OK so 哇 有点残的 这个非常残意的 在那边啊 悟道 不懂他们指的是 他们自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呢 还是指 希望给穿的人 他的顾客 一种新的方向感 那他们就将 大大方方的 将他们的中国李玲 这个中文字 印在了他们的T恤 印在了他们的运动服装上面啊 所以自己同学们上网 找一找这些图片 就是中国李玲 这样子的四个字在胸口 so 这个东西可以说是在 时尚界 在中国大陆冲出海外的时尚界里面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因为大家不再觉得中文字是土啊 对不对 old fashion的一个代表 反而是觉得中文的logo 是有一种非常强的荣耀感 穿在身上啊 现在可以跟全世界大声的喊这个事情 so wow 这个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两年前的事件 开始了李玲的品牌的一个重新崛起的一个讯号 一个signal 之后李玲的产品就开始重新畅销了 当然我讲的这个故事已经缩短了很多的中间过程了 我们只是想表达第一个 他们以前自己的产品的定位 觉得老板点一次奥运圣火 他的东西就可以卖跟Nike Adidas一样的高了啊 但是这个东西会有点自己爽自己的一个嫌疑啊 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嫌疑 当他们发现市场狠狠给他们打脸的时候 就市场的人不败你 so你就要重新去找你的这个定位啊 重新去将你的东西呢 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李玲的能够重新崛起这个事件很明显 他就是可以捉到新的一批消费者的胃口 他们会为这种叫做新国货的概念的东西呢 很着迷 愿意花钱来support中国大陆的崛起 这个是在中国国内非常强的啊 我们在海外的同学可能要去中国旅行的时候去感受一下哈 好了 如果我们去追踪他的销售数字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李玲在2018年之后呢 他的生意就重新好转了 这个东西一定要最终变成一个基本面的真真实实的 我们要看到钱简单来讲 尤其是香港股市 香港股市我们之前介绍过 他的定价权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的身上 不是散户说炒一个股票上来就能够炒得到的 所以你要交出真真实实的业绩 要令到香港股市那些机构型的投资者 愿意买你的股票 愿意认同你的商业策略会是成功 他们才会看到你的股值重新提升的过程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这个时装秀的事件上面 开始发生了 同学我们来看看再看一次 你看2018年他开这个fashion show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 你看啊 2018年的3月2号 在纽约的时装周开了之后 对吧 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他的股价在香港是6块80多 在这个地方6块80多就开始突破了整个13141516年的这个 我们可以画一画啊 同学们 我画的这条线是什么意思 在2018年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这个位置 对不对 对了 6块多这里 我帮大家画这条线就是想告诉大家 有技术分析的同学就会懂得看这个叫做底部的阻力线突破 对不对 so我曾经也讲过一个视频告诉大家 对吗 呃 其实你说呃 底部undervalue的股票买入要不要看技术分析 我觉得是不用看的 你可以再用分批 用股值够低 用分批 还有用你的这个holding power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有些同学还是会觉得技术分析会有辅助效果 我不反对 但是可以从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过程里面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吗 是这个时装周的事件可以给大家看到李林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然后他的销售数字已经会有变化了 然后他的股价才反映这个东西出来 所以因果关系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always会认为基本面是绝对的根本原因 技术面它是一个结果 ok so不要本末导致同学们啊 所以你有原因的话结果迟早都会有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 是公司重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做对了事情 他们hit到了customer的那个sweet point 他们终于啊错中了顾客的那个痛点 他们顾客要的东西他们找到了 然后就看到了后来他的股价回到这个20 这个是前期高点26块多现在是24块多啊 所以从6块多到这个这里就涨了4倍了 严格来讲到2019年年尾的时候还不够两年时间 到现在这个1月份都还不到两年 距离2018年的New York的那个时装周 对不对 在过去这一年里面啊 大家就会看到了啊 李林的产品的口碑开始爆发了 我当然我没有买他的那个在国内很受欢迎的 因为我不是球鞋的感觉啊 所以我也不懂得炒鞋子 我看到很多人喜欢买鞋子来炒 我是觉得很纳闷啊 如果我在这边教同学们价值投资 在股市里面教你们看生产力 我自己跑去炒球鞋的话 那就有问题了对不对 OK 但是有些东西因为看评论多了 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那好我们讲回李林的球鞋啊 出现了一个客户口碑爆发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字眼啊 OK 字眼 呃 一个名词 叫做 踩死感 OK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穿他的鞋子 他的悟道系列的鞋子啊 你踩下去 是好像踩到大便 这样子的软软的感觉的 OK 让你走路起来 无比的舒服 according to我看到的那些 网友们的评论啊 OK so 听到明白我们讲的那个什么词吗 啊 满满的踩死感啊 OK 看这个是小红书对吧 这样子的鞋子 然后啊 你踩起来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舒服 走路带风的那一种的 口碑呢 啊就在这样子的 啊 一个对他的球鞋的打造里面呢 成功的引起了穿着者的口碑的爆发 所以你看回到最根本去啊 你做这个运动服装的产品 如果你只是靠你的老板 对吧 李灵先生过去的体操王子 奥运圣火的这个火炬手的这个精神上的图腾的话呢 你没有真的去解决你的产品 跟人家Adidas 人家Nike里面的什么 那个什么气垫啊 你的鞋底里面有什么高科技啊 怎么保护你的脚啊 之类的 你作为一个运动鞋的厂商 你没有认真的去将这个东西打造出来 就是你的产品真真实实的竞争力 然后你就将你的价格推上去的话 然后逼你的这个 let's say你的中间上去吃货 造成一个销售繁荣的一个假象的话呢 那你就看到之后 他就整个帝国呢就陨落下来了啊 差一点大家觉得他没有希望了 因为当时候被安踏抛离很多 现在你看到李林回来了 所以对于我自己在今天晚上给大家做这个分享 我们当年看到的 对啊叫做看到底部了 但是一定等不到 当时看到人一定等不到这个 这个这个底部回升 也之后不会一直留意 因为如果你在底部买了 买了半年之后卖掉了 而且是止损 cut loss卖掉的 带着满腔的不甘愿 愤怒卖掉这公司 你肯定很讨厌这公司的嘛 什么股票害你亏过钱 你肯定很讨厌他的 什么股票帮你赚过钱 你总是对他情有独钟的 对不对 这个也是啊 大家的一个心理特征 对吧 有这种同感吗 有这种同感的同学们给一个赖啊 所以啊 如果一个131415年 这两年期间 你的这个李林这个股票 令到你曾经啊 在这个地方止损过 cut loss了啊 没有赚到钱还亏了钱 之后他他再回升上来的时候 你第一你默不关心 很难关心了 没有冲动去关心 第二就算你关心啊 他升上去你也未必敢买 因为这个股曾经害过你亏钱 你三块多卖掉 现在要你六块多追回上去的话 你就 你觉得不可能 no way 对不对 如果你明白公司的策略 或者说战略定位 战略产品的打造 重新找到了这个精准的方向 然后这个东西一推出来 90后的人开始成为有消费能力的 可以买得起你几百块一双的球鞋的 这样子你的这个公司再配合了哈 新国或运动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崛起 就会有这种成绩出来 那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将李灵的财务数据拿出来 来跟大家详细的列举对比 就用了故事的方式是主要为了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容易的去理解这个企业的整个叫做消费企业很少这样子的 但是这个偏偏就出现了 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够将尤其是新手投资者能够从生意的角度 你看一些关键的词 你的产品 你的竞争力 你的定位 你能不能够解决客户的需求 你能不能够满足客户的 他心里面想的东西 还有解释了 这个产品最终是销售到中间商还是销售到顾客身上 中间商是不会形成满意度不会出现口碑爆发的 只有你的产品去到客户 客户买单 客户喜欢你的产品才会形成口碑的爆发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案例的讲解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香港交易所的网站 找回李灵这个上市公司 他的半年的季度报告 半年的业绩报告或者全年的业绩报告 你可以追踪回去从2017年吧 因为2017年他开始升了 2017年到2018年到2019年这两年的过程里面 公司的生意是不是真的重新回来 他里面报告里面讲到的 全国的这个分店数量啊 销售网络的这个变化 还有他的存货的数字啊 经过之前的教训 他们在顿货方面呢 应该是有更加保守的这个变化的啊 所以我相信能够看出很多的有趣的故事出来 也希望今天我们的分享呢 对同学们呢 有这个启发 记得如果觉得这个不错 老师我们又学到一些新的东西的话呢 那记得多点 like and share 点赞分享给你们身边对股票 对商业有兴趣的朋友啊 so这个星期呢 我们就暂时聊到这边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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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